生命离不开氧气 我们吸入空气 里面的氧气就跟我们细胞进行结合 然后产生我们所需要的能量 在这个过程中 发生的就是一个氧化的反应 所以氧化这件事情 时时刻刻在我们的每个人的身上发生着 所以呢 氧化它是一种人体内的化学反应 同时会产生自由基 这些自由基会对我们的细胞会产生伤害 但是这个自由基呢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作用的 它会刺激我们的细胞 有了自由基了之后 我们的细胞就会收到命令 现在有自由基了 我们要进行修复 它会刺激我们的细胞去进行一个修复 所以说呢 适当的适量的自由基 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 可以刺激我们身体进行修复 但是过多的自由基 自由基太多了 修也来不及修 那就会破坏我们的身体 自由基呢 包括有活性氧 以及其他带有未配对电子的分子 它们是很不稳定的 化学性质比较活跃 自由基呢 会破坏DNA 蛋白质 脂质 以及身体的一些器官 但是人体呢 它自己本身就带有一些 来对抗这个氧化产生的自由基的影响 人体它本身就有一个天然的抗氧化的系统 来对抗自由基 只有当我们的身体细胞里面的抗氧化系统 来不及去对抗太多太多的自由基和ROS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慢慢的造成身体组织的氧化和损伤 加速身体的老化 产生慢性疾病啊 癌症啊 心脏病 糖尿病等等慢性病 所以呢 我们可以说自由基这个东西 它既是一个好东西 它也是一个坏东西 关键要看这个量 量是不足 还是适量 还是过度 自由基的量不足 那你的这个抗衰老的这些基因 人体用来对抗这个自由基 来修复细胞 修复人体的这个基因呢 就会被闲置不用 就好像这个维修队 你身体的这个维修小队 一直在那里睡大觉 没有派上用场 没有去修你的身体 没有去修你的细胞 那么自由基如果适量的 通过体育锻炼啊 通过一些补充剂 让这个提高身体里面的自由基 然后呢去激发人体的这个抗衰老的一些基因 然后让它来开始修复自己的身体 修得比之前更好 那么这是对身体就有好处 当然如果是过度自由基太多了 那身体根本就来不及修 啊太多太多了 坏的地方太多了 我修也来不及修 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对身体产生一个坏处 所以这个自由基是跟它的量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自由基你如果控制它产生的量 把它控制的好 它不仅对身体是没有坏处 它对身体是无害的 是没有坏处的 而且还可以慢慢的来 让我们这个衰老的速度变得更加慢 减慢我们身体衰老的速度 那么在我们经常描述这些一些 在高剂量对身体有害的东西 在这个剂量比较小的情况下 反而对身体有好处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叫毒物兴奋效应 这个毒物兴奋效应呢 说白了就是给你的身体一些磨练 一些困难去磨练它 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好 就好像有一个少年 一个少年你小时候给他一些磨练 给他吃一些小的苦头 让他锻炼他的意志 锻炼他的精神和身体 那么他长大了之后呢 可以变得更强 相反的如果你宠爱 溺爱一个少年 那么他长大了会变得很无能 当然给这个少年的磨练 他也是有限的 你不能磨练的太厉害 生活条件太艰苦 那他营养都不良 身体都得不到营养 那是不行的 给他磨练太大的磨练 他承受不了这个磨练 那么就会把他给压垮 所以这就跟培养小孩是一样的 要给小孩一些适当的磨练 去锻炼他 那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 这个毒物兴奋效应 本来是有毒的 这个坏的东西 我少一点少一点 给给我身体这些坏的 有毒的东西 然后反而可以刺激我们的身体 来更好地修复 那比如说这个断食 热量限制 还有洗桑拿 这种就是很冷很热 这种去让身体去承受 这个很冷很热 这也是在磨练锻炼 我们的身体 适当的洗桑拿的时候很热 给身体一点这个热的压力 断食的时候缺少食物 给身体一点这个缺少食物的压力 还有体育锻炼的时候 体育锻炼的时候 给身体各种各样的身体机能上的一些压力 来锻炼自己的肌肉 那排油就是包括吃一些植物里面的化学信号分子 比如说像萝卜硫素这些东西 萝卜硫素是植物所产生的一种毒素 这个萝卜硫素是植物用来保护自己的 保护自己被小虫子咬 因为有这个萝卜硫素 小虫子吃了之后 小虫子 有萝卜硫素啊 快逃啊 好辣呀 那小虫子逃走 那这是对是用来保护植物的来毒害这个 吃它的这个动物 吃它的这个小虫子 但是呢 这个有毒的这个萝卜硫素呢 它在量比较少的情况下 反而可以刺激我们的身体 进行一个更好的修复 来触发NRF2一系列的这个修复性的 一些保护性的基因来开始工作 所以呢 这个这些都是属于叫毒物兴奋效应 那么包括这个自由基 它在剂量很低的时候 这些自由基呢 可以充当一个信号 信号分子 它告诉我们的细胞 告诉我们的身体 哎呀 现在我们有压力了 外部对我们身体有压力 对我们细胞有压力 产生了很多自由基啊 我们细胞里面的这些防御性的机制 和修复性的机制 和维修小队 防御小队 快快动起来 快快动起来 快快快赶快开始工作呀 我们要进行防御 进行修复 就是通过自由基这种信号 来告诉你的这个维修小队 要开始修复 开始防御 来把这个细胞修得更好 因此呢 这个自由基也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讲 有点像育苗 像育苗一样的 重复的低剂量的自由基 可以增强这个生物体的 对抗逆境 对抗困难的各种能力 我们的身体里面都有一个维修小队 防御小队 但是呢 这些维修小队呢 他大部分时间他在睡懒觉 他没有工作 那你怎么让你身体里面的这个维修小队 开始工作 到处去维修你的细胞呢 那你要告诉他 你为什么这个维修小队一直是在睡大觉呢 因为他是一种很聪明的机制 他为了节约能量 你有什么地方坏了 我才去修 你没有地方坏 我就不修 我就在那里休息 睡大觉 那么你怎么去告诉你的身体 我这里现在需要修了 你不要睡大觉了呢 就通过比如说体育锻炼 体育锻炼了之后 身体细胞里面产生了一些自由基 这些自由基呢 就可以充当信号分子 告诉你的维修小队长 你不要睡觉了 赶快起来修吧 赶快起来修复你的身体吧 那么所以呢 自由基在这个低剂量的时候呢 就可以作为一种信号 来告诉 来刺激这个维修小队 起来修复我们的细胞 而且呢 在动物实验的数据也表明 在缺少氧气 氧气低的情况下 以及身体 其他一些产生自由基的 这些压力的情况下呢 细胞啊 就会收到这样的通过自由基来收到一个危险的预警信号 然后通过这些信号呢 然后细胞就开始工作起来了 认为现在有危险了 他们就开始工作 就会修复我们的细胞 来防御把我们的细胞变得更强大 在植物上面也是类似的 植物处在一种缺水 干旱 以及阳光过强 大量紫外线遭受的情况下 也会产生自由基 然后去诱发植物 来产生植物的这种防御性的这个措施 曾经呢 有一个叫自由基的衰老理论 他认为呢 这个自由基是导致人体衰老的 自由基是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的 那么结果呢 实验在2006到2007年 通过这个秀丽引干线虫做的实验 发现给这个线虫啊 一定程度的增加它的自由基 反而可以让这个线虫的寿命更长 因此呢 这个自由基的这个衰老理论呢 已经被推翻了 不成立 好 我们来看这个图啊 这个当中画的就是自由基啊 自由基啊 有比如说这个运动 运动锻炼 它会产生自由基 从这里产生自由基啊 然后呢 这里还有画了就是 直接抗氧化剂 维生素C和维生素E 维生素C维生素E 它是作为一个直接抗氧化剂 它可以直接的来消除自由基 来减少自由基啊 好 我们再来看这里啊 这个自由基 它这里是可以激活NRF2啊 激活这个人体的一系列的修复功能 最强大的 最主要的这个NRF2功能 然后修复了之后 NRF2就可以导致促进健康 改善葡萄糖代谢等等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里啊 这里有一个促氧化剂 促氧化剂比如说间接的抗氧化剂 有查多酚EGCG 萝卜硫素 这些东西呢 它叫间接抗氧化 它是间接 怎么个间接法呢 它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促氧化 它是促进了氧化 促进了产生和增加自由基 自由基变多了 变多了之后呢 身体细胞又去激活了NRF2 NRF2之后呢 它再来去激活其他的一些抗氧化的功能 再来进行抗氧化 所以它是一个间接的 它是先增加 先增加一部分坏能 小的坏能 然后呢 再激活了身体的防御机制 然后身体再去消灭这些 增加的坏能和更多的坏能都消灭掉啊 好我们简单的先看这张图 这张图等于 可以讲啊 产生自由基 产生自由基了 这两个都是产生自由基的运动和促氧化剂 它们最终是 可以有更多的自由基 就导致激活NRF2 然后对身体是有好处 因此 为什么运动锻炼对身体有好处呢 因为运动锻炼产生自由基 激活NRF2 然后对身体有好处 也就间接的等于 运动锻炼从 对导致身体有好处 这是一个间接的 一个效果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直接抗氧化剂 直接抗氧化剂 直接抗氧化剂它消除了自由基 消除自由基之后 然后那它就不能激活NRF2了 因为自由基都被消除了 那么直接的抗氧化剂 它最后也就是不能够产生促进健康的作用 而且这个直接抗氧化剂 这个直接抗氧化剂和运动这两个事情同时做的话 就是说你在运动之前或者说运动的时候 运动之后 吃了直接抗氧化剂 那么它会抵消你运动带来的好处 因为运动是产生自由基 促进健康 直接抗氧化剂是消除了自由基 你这个运动产生好不容易产生的 累了半天产生的自由基 被这个直接抗氧化剂给消除了 那你这个运动所带来的好处 也就被抵消了 就白运动了 所以我们这里就看到这个几个图 简单的就表达了这么一个自由基的概念 这间接抗氧化呢 它是通过类似的 跟这个运动锻炼是一样的 它运动锻炼是产生自由基 直接间接抗氧化 它也是产生自由基 然后再促进健康 所以一般来讲 也等于说你这个直接抗氧化剂 和这个间接抗氧化剂 它也是矛盾的 不要同时去吃这个和这个 直接抗氧化剂和间接抗氧化剂 同时去吃的话 一个消除一个增加 结果两个都白吃 好我们看第二个图 第二个图这里就把前面讲的 这个画的更加仔细一点 这里比如说热量限制 热量限制断食 它导致了细胞缺少能量 缺少能量导致细胞产生更多的自由基 自由基导致了激活了NIF2 这个细胞的防御和修复功能 一大串的基因 然后在NIF2里面又激活了一大串的 这种防御性的和修复性的基因 比如癌症预防基因 干细胞 维持干细胞的磁 还有抗氧化防御基因和DNA修复基因 这个抗氧化防御基因 就是我们第一张图里面讲到的 它这个间接抗氧化剂怎么抗氧化呢 间接抗氧化剂它增加了自由基 它又怎么去消除自由基呢 它是这样的 间接抗氧化剂自由基增加 导致NIF2激活 NIF2激活在导致了抗氧化的防御基因激活 抗氧化防御基因激活 再导致了一系列的这个人体自身的 人体自身的有很多这个抗氧化的功能 不需要通过吃外面的抗氧化剂 人体自身就有非常好的抗氧化功能 那比如说啊 这个氧化氢酶 骨光干态S转移酶 骨光干态过氧化物酶等等 那么这些酶呢 它就可以去消除自由基 消除这里产生的自由基 结果呢 比如像前面讲的这个间接抗氧化 那它就是通过产生自由基 最后再促进这个抗氧化的基因 然后这些人体抗氧化的这些酶 骨光干态这些酶 再去消除自由基 结果呢 就得达到了一个间接的抗氧化 结果就是消除自由基的这么一个过程 因此我们看到 它产生自由基之后 它又会激发一些消除自由基的东西 因此产生和消除 在人体内 它是一个自动的 是一个平衡的 你产生自由基 它就会促进一个去消除自由基 它是一个自动的平衡的 好 比如说你体育锻炼 你体育锻炼锻炼的少 你产生了自由基少 那么你这个抗氧的基因 你身体细胞里那么多的抗氧化的基因 都没有都在睡大觉 闲置不用 因此呢 你就正常的老呗 你既然这些抗氧的基因被闲置 那你就正常的衰老呗 对吧 那么你如果体育锻炼 体育锻炼就适量的体育锻炼 适度的体育锻炼 每天半个小时 每天40分钟 这样体育锻炼 它就可以促进自由基 产生适量的自由基 然后触发我们抗衰老的这些基因 全都活起来 这些维修小队全都活起来 因此能够对身体产生好处 当然过度的自由基也是会有坏处的 比如你让一个普通人去跑马拉松 跑个三个小时四个小时 要把它累死累活 甚至有些人在跑马拉松的现场 当场累死的也有 那就是因为过度 过度是有害的 同样的 萝卜硫素 断食和绿茶里面的茶多芬 EGCG 都是相同的类似的道理 茶多芬 EGCG 萝卜硫素 断食 它们都是一个跟自由基相关的 难道在你没有使用 这些手段的时候 那你的自由基是不足 不足的话 你的抗脑基因全都闲置不用 你的抗脑基因全在睡大觉 你的维修小队全在睡大觉 当然你通过吃了一些 这个萝卜硫素 绿茶 EGCG 那么触发了产生一定量的自由基 那么从同时也调动 间接的调动你身体的防御机制 调动你身体的抗脑化基因 开始工作 那么就对身体有好处 当然过度也是有坏处的 这个萝卜硫素 包括这个尤其是绿茶的 茶多分 EGCG 一般性的绿茶里面的 这个茶多分 EGCG的含量是非常低的 但是补充剂把它提取出来 把它浓缩了之后 它的这个EGCG 茶多分含量 是普通绿茶的上千倍 所以吃的时候不能过量 本来就已经上千倍了 你再多吃 它本来叫你一天吃一粒的 你一天吃个三粒 那吃多了 那就会对身体产生害处 甚至比如说有这些 这个茶多分EGCG吃多了 对肝脏会产生坏处 所以这个量一定要控制好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支持我们的频道